所有的资料都放在这个连结底下 也就是说慢慢要习惯 我会把它放在云端上面 另外的话还有包含就是各位将来缴交作业的话 也是要缴交到云端上面 那当然我每次上课会有一些练习 那你可能上课你就把它完成 完成之后你就传到云端上面 那我知道说你有完成 而且传上去它会有时间的记录 所以你时间在这一周你就这一周就把它传上去 那表示说你今天是有练习过了 这样的话我比较好打分数 OK 以后的话这一整个学期你的作业就很清楚 你反正有做就有分数了 OK 大概是这样子 那接下来的话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部分的话在云端上面还有个所谓的讲义 讲义的话这边有个PDF档 就是我刚刚那个档案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需要的部分的话 你可以在自己再观看一下 底下的话就是我刚刚秀的那个简报的内容 就是这个奖励部分 那其他的话呢 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刚跟各位提到 如果Google那个 这个吴老师这个关键字的话 那这个就是我的教学部落格 那目前或者是说前一阵子曾经教过的一些相关课程 然后我把它放在这里 其中的话呢 就有关上我到底上哪些课程 或者是说有哪些补充 比如说你想要做哪些动作该怎么去做 我这边有相关的VBA的分享 甚至有一些影片 如果各位想要多了解的话 其实可以到我的那个部落格里面稍微看一下 除了除了我的部落格之外 这个跟我没关系 打麻这样我没有了 另外的话我的YouTube频道在这里 也是吴老师教学部落格 在YouTube 里面的话呢 当然我曾经教过的课程 我会把它传到这边来 里面的话 目前大概就差不多3万多个订阅 然后影片播放清单等等的 这些其实都最近教的课程 比如Sequel或者是JsonXML等等 不过这些是相对于 我们这个课程又是比较困难的 其他还有播放清单 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 可以再到上面去做一些学习 比如我最近教比较多的 大部分都是跟VBA或Python有点关系的 主要是因为这两个技术的话 目前是非常热门的 其他的话还有就是 其实为什么会找到我 主要因为我并不是资讯相关科系毕业的 我是哪个科系毕业的 其实我是我们国文系 国文所毕业的 然后我也拿到 中文系的硕士 国文系的博士 所以这边有一个报导 中文系的博士到底空一格 空一格你会发现 他都会失业 其实你会发现 为什么会连试验呢 其实连试验 文学院怎么念到博士 说真的因为要不就是从事教职 要不可能就没有太多的机会 要不然就是到处兼课 大概是这样子 因为我走了一条 可能跟别人不太一样的道路 这边的话因为联合报有来采访我 当然他这个标题下的实在是太让人家觉得 我本来不是这样讲 他就是下的标题就是一定要重口味的 这是什么 中文博士改教程式设计 提早转行吃得开 我本来意思不是这样 他问的有 我是觉得他意思有部分是这样 但是他其实写出来跟我原来要表达的 其实还是有个落差 那里面的话 如果各位想要多了解我的话 也许里面就可以稍微看一下 那你会发现他比较重视就是说 到底学程式能够赚多少钱的部分 而且他特别还标出说 目前什么 他连一个小时多少钱的行情 都把它写出来 如果各位有兴趣想要多了解我的话 这边其实有部分我讲的话 他最后还甚至把终点费把它写出来 你会发现 当然呢 其实会来大学兼课 真的还是要抱着一些所谓的使命感 为什么 因为其实终点费实在是 有点偏低了 而且这个行情20年都不变 那大概是这样的 其他的话呢 我想各位就是自己再稍微阅读 关键的就是中文博士空语 可能你可以呈设计 好 那再来的话 我们回到我们课程的主题 刚刚有提到几个 第一个 如果我要抓长几个字的话怎么做 插入有没有 找到文字类里面有个len 那len的话是l开头 所以你就找到这个len的函数 那他会问你几个问题 一个问题 test 所以以后你看到test 那些文字呢 你就给他那些文字 他就会给你你要的长度 可是问题哦 如果说呢 我们后面假设要延伸 到底这个身份证字号是否正确呢 我如果希望得到是或者否的话 yes或no的话 那我该怎么做 其实这边你可以延伸插入函数 可以再利用另外一个函数 叫做逻辑函数 if if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个长度当一个条件 如果这个里面的资料 如果等于10 或者不等于等于10的话呢 那表示他的正确是yes 打一个y好了 反之就是no 再打一个y好了 OK 按个确定 旁边的话就有yes或no 那特别的注意 其实这个逻辑函数 if 除了你可以用这种方式叙述之外 等于有没有 如果这个里面等于10 或者另外一个叙述之不等于 不等于的话就是什么 小于大于 这个叫不等于 如果不等于的话呢 那true跟force 颠倒就可以了 那就打一个y 打一个 打一个n 打一个y好了 OK 那你会发现呢 这个最后的结果一不一样 按确定 向下填满 结果呢 也会是一模一样 只是呢 你的逻辑相反而已 OK 好 那这个是第一个 就是用len加上if 这个请各位练习看看 那性别的部分怎么抓第二个字 第二个字 这个字哦 可是问题来了 我抓了第二个字 比如说1的话 那还是没有性别 你不能说这边标个1 这边标个2 那你变成说你还要再配合刚刚一样if 如果他的性别等于1的话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 那叙述怎么 你可以分两阶段做 第一个的话你可以插入函数 你可以用什么 一样用文字的mid 特别说这边要多学另外一个叫mid 这个mid的话实际上middle middle函数 这个函数非常重要 因为将来如果你要取 某一个储存格里面的某些文字的话 就会用到这个函数 按确定 他会问你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呢 test 字在哪里 字在这里 第二个 star number 从哪个字开始 从第二个字开始 number charge 是字 意思就是几个字 OK 所以意思是我要一个字就好 所以1 把这个给他 2 第二个字 第三取一个字 那你会发现 他会给你得到的结果是什么 刚好就是你的这个字 过来 OK 那另外的话 请各位特别注意一点 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1跟上面的1有点不太一样 有没有 这个1是什么 数字的1 这个1的话呢 是文字的1 那这两者1不一样 其实特别是这个1 跟这个1呢 1不一样 不一样 为什么 因为它是数字 它是文字 两个在Excel的认知 是 不一样的东西 特别特别注意 因为我发现 很多人没有这种概念 那没这个概念会怎么 你就做不出来 你做出来结果是错误的 OK 所以特别注意要小心 按确定 好 向下填满 但是性别还是没出来 所以怎么办 你可以再做第二次 把这个公式 不包含等号把它剪下来 再做第二次做逻辑判 逻辑的话就是这个 if 把它贴上 贴到这边来 如果这个的结果等于1的话 那就是男生 反之就是女生 男 OK OK 反之的话就是女 但你会发现 这看起来公式似乎没有错 可是你向下填满的话 全部都女生 为什么呢 就刚刚讲的 因为呢 这个所得到的是这样子 那你跟这个比的话 有没有一样 当然不一样 所以怎么办呢 记得 这边请你 务必一定要加上双引号 所以特别注意 这边一定要加上双引号 再双引号 如果你没有加上前后双引号的话 那结果就一定错误 按确定 好像要填满 好 那请各位试试看 这两个 那如果当然 假设你要参考这个公式的话 讲义里面其实也有 所以如果 你要找的话 你可以从那个 我们云端上面有个讲义 讲义里面打开 其实这边底下也有 相关的那个参考的资料 我这边好像有解答 这个画面切还给各位